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國際報 歡迎收看 國際報你知名人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 國際名人是 日本微型創造達人 田中達也 他的IG有高達 340萬的粉絲 也曾在日本、香港 及台灣舉辦多次展覽 田中達也 究竟是何方神聖 就讓我們來認識認識吧 田中達也 是一名微縮模型攝影師 兼擬物創作者 田中擅長結合 生活周遭的事物 擬造出另一種情境 展現出獨特的世界觀 並將這些作品命名為 Mini Nature Calendar 他每天的作品 取自生活中的物品 且能巧妙地融合在 場景創作裡 目前以上傳約4000多張作品 田中達也在網路上的追隨者 打得為外國人 除了日本國內 在香港及台灣 階層舉辦作品的展覽 其中台灣站 曾經在2018年的12月23到 2019年的3月3日 在華山文創園區 舉辦過 微星展2.0 田中打野的奇幻世界 獲得很好的票房 田中有兩種不同的創作手法 一個是物品導向思考 另一個是場景導向思考 物品導向思考的意思是 依照素材的特質 發想創意 而場景導向思考 則是先決定場景 再依照場景的情境 選擇要放入哪些 微型物品和人物 再決定整體構圖 接著下一步 是選擇並配置 微型人偶等素材 以及調整拍攝的燈光 照明等工作 之後再進行照片後製 思考作品名稱 和主題標籤的內容 最後上傳到SNS 隨著今年疫情的爆發 田中打野的創作 也出現了變化 他推出Enjoy Home Stay Home系列作品 將口罩、溫度計、衛生紙 作為場景道具 利用牙刷、水彩盤等日常用品 搭建出抗疫場景 讓這些用品有了新生命 為苦悶的防疫生活 增添了許多樂趣 即便現在處於 無聊乏味的疫情時期 藉由欣賞田中打野 每日的作品 似乎也能像他一樣 找回對生活裡的熱情 並以更輕鬆的角度 看待世界上的每件人事物 田中表示 他未來的目標 是在世界各地舉辦展覽 而他說 今後的目標是歐美地區 希望能前往當地開設展覽 他曾經說過 外國人不太在意我的知名度和社會評價 若覺得作品有趣 就會給我回應 就讓我很開心 也實際感受到海外粉絲 比日本人更加積極的參與交流 也有很多人會在自己的SNS 上傳關於我的展覽訊息 和作品的相關貼文 透過社交網站連接世界 再串聯回實體世界 以上就是今天的國際報你知名人 大家有沒有對田中打野 多了進一步的認識呢? 如果想認識更多的國際名人 別忘了按讚訂閱加追蹤 有任何想說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IG和臉書 我們是台灣國際報 我們下支影片見